继续回到主编点新闻 你好我是Fish真一 我是志峰 土团党的中央党选成继出炉 党高层协商的阵容顺利赢得了三个副主席职 分别是元任梭里主席阿莫费沙 以及两名元任副主席拉兹吉丁和罗纳见底 总共有六个人争夺三个名额的副主席 其余三人分别是宣传主任拉扎里 还有逛的州议员拉菲克 和拔都加湾区部主席阿兹斯 与此同时 隶属前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阵营的人 也成功中选为最高理事 他们分别是巴汉的 Indra Makota的国会员 塞富丁阿布图拉 还有雪州 他们没蛋的州议员阿菲夫 这一场党选对土团党非常重要 因为土团党必须要为后穆尤丁时代铺路 穆尤丁现在已经是77岁了 那么其实他在党选之前曾经一度说 他不会捍卫党主席 那么后来听到了他太太的这个宣告之后 他临时又改变主意 要捍卫他的党主席 这个之前已经有聊了很多 这里就不重复 那么现在 Amser Zainuddin是党内的老二 他是党内的俗里主席 他本身也是国会反对党领袖 他在党内以及他在国盟的地位 逐渐的稳定 他也被视为后穆尤丁时代的接班人 相对之前也被看成可能是接班人的阿斯敏 他的前途则充满挑战 第一 他不是国会员 他在上届大选的时候 在公罚输给他的徒弟 也就是现在的雪州大臣 他只是雪州反对党领袖 他缺乏全国的平台 同时 他跟另外一种似乎跟他有关的案件 被捆绑在一起 就是反弹会调查的安全屋 这种种的事情都对他不利 所以他在这一次图团党党选当中 尽管他的弟子兵有赢得一些的议席 有赢得一些的位置 有卡住某些关键的党子 比如说他的前政治秘书 现在就是公正党青年团的团长 但是他的另外一群算是姐妹兵吧 就在妇女组的改选的时候输掉了 其他中选最高理事的领袖还包括了 一位超龄下车而转换跑道的 来进选母体职位的原任土团党青年团团长袁怀哨 丹纳美拉国会议员伊玛西山 和切若佛大臣沙鲁丁加玛 此外团结党的 就是土团党的最高理事会 也迎来了一名华裔领袖 就是来自沙巴斗湖的林廷凯 土团党的党选选举委员会主席 阿杜阿兹姆在今天下午在巴达林赛里的党总部 向媒体公布了这一份选举成绩 坊间早前就有流传说 土团党内部出现两个派系 一个是哈姆萨迪领导的前务统派系 另外一个就是阿兹明领导的前公正党派系 有没有留意到都是前 因为土团党本身它就是务统2.0 它本身的根基并不强 它必须要靠其他外来的领袖加入 那么才能够壮大它现有的党 所以它在2018年当巫统倒台之后 它就吸引了一批来自前巫统的领袖加入 就以哈姆萨迪领导为首 之后在2020年喜来登政变 同时又吸纳一批以阿斯明阿利为首的前公正党领袖 所以在两股势力加入之下 那么就组成了现在的土团党 其实除了这两股势力之外 土团党内部还有一股他们原本的势力 就是从2017年创党依然留在土团党的这些 可以用土团党的原生派系 而这原生派系就包括了三名副主席的其中两人 就是培加以及这个拉吉吉丁 拉吉吉丁曾经在西门掌权的时候担任过教育部的高级部长 那么现在土团党在2022年11月全国大选的时候 当时他们的气势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短短两年到现在2024年 两年之后我们看到土团党的气势 他的包括领导人Muhitin的威望 也不再像以前这么高光 似乎他的高光时刻已经过了 他在过去几届的补选当中 比如说Johort的Marcota 然后雪州的KKBKOLAKUBUBARU 还有格兰丹的补选 似乎都没有取得漂亮的成绩 只不过勉勉强强维持他的基本盘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土团党他的领袖 他的接班人就是Hamza-Zanuddin 必须要提出另外一套的论述 或者是提出另外一套强化土团党的方式 否则他们在国盟的框架底下 就会一直处在挨打被伊党压制的窘境了 虽然土团党的党选在中央层面相对是比较温和的 但是在地方是出现了状况 比如说在柔佛州的东南区部领袖 哈山拉西和区部理事会成员 在上个星期六他们是宣布集体退党 还有就是解散支部 预计会有大约500名党员一同退党 立即生效 哈山拉西就表示 这个决定其实是经过深思熟虑 考虑到一些被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及对党最高领导层信心不在的情况下 而做出的决定 那么未来三年对土团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在来届大选 土团党依然没有办法维持它现有 或者是维持它在2022年大选的 这个议席以及那个支持度的话 土团党很快的会走向泡沫化 因为过去离开巫统 从巫统分裂出来的政党 都不会有太好的下场 因为马来政治圈马来政党已经是非常拥挤了 已经没有办法再容得下 一个看起来跟巫统没有太大分别的 巫统2.0就是土团党 所以土团党要走它自己的路 否则的话呢 它的前途似乎没有太大的光彩 不过对姆汀蒂来说 它还有三年的时间 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 也谢谢志丰 星期三同样时间一起听懂更多 OK好 土团党时不时要拿来讲 不然的话大家可能都忘记了 姆汀蒂的这个存在 姆汀蒂确实过去一年多以来 它的存在感似乎很低 很低很低 可能它不是国会反对党领袖的原因吧 那么就算是国会反对党领袖 他的存在感也没有收到太高 反而媒体都把焦点放在伊党的身上 这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伊党它只剩四个州 四个州 四个州的曝光率可以很多 但伊党也没有交出太多亮眼的成绩 除了他们委任老马为四州 这个SG4的顾问之外 似乎也没有看到他们有太大的动作 那么如果他们整了这四州的资源的话 把他们的政策全部打通 连通起来的话 将他们执政的这四个州 因为刚好这四个州都处在同一个区 就是北马跟东海岸 那么他们可以打造自己的绿色走廊也好 或者是其他可以用一个名字 或者是就用绿色走廊 可以打造绿色走廊的概念 结合这四个州各个不同州属的特点 然后去吸引外资把经济搞好起来 问题是在很多伊党领袖的眼中 宗教比经济更加重要 那么这一个就是他们相信的暴力 以及他们坚持的原则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 继续留守在Stip Plus 等一下我们会有城市放大镜的直播节目 今天在城市放大镜 我们要聊的就是 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所谓的心灵课程 或者是激励课程 好像是一直一直出现 尤其是近期在台湾网红界爆发的 这个心灵成长课程 就引起了大部分人的关注 还有争议的 就是到底这些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 跟所谓的这些激励课程 是不是有潜在的洗脑风险呢 在马来西亚其实类似的活动 也是出现不少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心理资商师 来跟大家聊一聊所谓的心灵成长课程 到底是怎么样去区分 它到底是正规的呢 还是可能有一些意图不轨的成分 等一下在节目当中 再来听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吧 隔壁的直播先再见 拜拜 拜拜